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可以说是一日千里。尽管前不久的不明飞行物还无法确定是不是巨浪3。但有一件事得到了确定,那就在沪东造船厂最近又有一艘新舰出路下水了。还特意发布部分江面禁止通航的通告。从通告中的位置看,有人猜测下水的是第八艘071型船物登陆舰。但随后出现的卫星图,将网友的关注点引向了另一艘万吨巨舰。 071型船物登陆舰是我们建造的第一款万吨级的作战舰艇。也是中国大型多功能两栖舰艇的开山之作,中国的航母能出现。可以说071在其中也是占据着一定功劳的。在今年5月初的时候,071的8号舰分段在网络上曝光。考虑到它大约6个月的建造周期,此次沪东船厂下水的是071型。也不无可能。 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中国海军将拥有8艘071型船物登陆舰。它也让我们的海军成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小觑的两栖登陆力量。 不过在网络发布的这个帖子下面,有一张卫星图就将人们的吸引力从071上转移开来。同时,这张卫星图上出现的是,我国正在建造的另一艘万吨舰艇。 从图片看,似乎在调装它的机库分段。不少网友表示,在拥有了它之后,中国的周边将会安静很多。这艘在舰的舰艇就是075型两栖攻击舰,相比071型。 它在打击能力上尤为突出,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新一代两栖舰艇都是以搭载一个合成营以及加强配属分队作为射击基准。 国外专家表示,在75出现之后,中国的两栖打击群或许可以搭载一个直升机营以及三个合成营。而这样的作战能力是任何对手都无法轻视的。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海军相关人士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了一个劲爆的消息。我们的第一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有很大的概率在2019年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而从此次的最新卫星图来看,075疑似在吊装机库分段。这也意味着它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对于075型局座也曾给予过高度的评价。他曾表示,075型两栖攻击舰既可以满足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 帮助我军夺取一个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同时在紧急救援方面也有着非常大的能力,至少未来出现什么撤侨事件时。 075到场带来的影响力也不是071能比的。 美国军事分析家亚伯拉罕·艾特在其文章中表示,中国海上力量的投射能力在飞速增长,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来说。 中国计划在2025年建成四艘航母的能力堪称恐怖。 但实际上也不是中国的全部战力,因为中国的船厂还在建造三艘两栖攻击舰。 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计划在2025年之前服役。 从目前中国的建造进度来看,中国海军似乎正如他们猜测的那样稳步向前。 而从现在的发展来看,7年后将是太平洋地区力量转变的转折点。 美国航母战斗群在亚洲的统治地位,将受到真正的挑战。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